大家星期六早上好 今天起得比较晚 当然也表示我睡眠 现在睡得不错 昨天我讲那个 有一个叫IVF 我把它读成LVF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然跟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In Vitro Fertilization 体外受精的一个 生小孩的一个方法 那个川普说他是这个IVF之父 这是也很有意思 我昨天讲了很多 对试词查科了 那实际上我看到很多东西 看到很多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都是华尼的一些记者 都很年轻 因为那记者大概都三十岁左右 那昨天看到一位 在纽约时报的 他叫琳达邱 应该叫邱 他是芝加哥大学毕业 他查这个川普的 非法移民的许多 这个谣言 他查得很好 对犯罪 对这个到医院等人 什么的都很有条理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我给他们束个大拇指 他以前 做了十年这种工作 以前就是 尤其是在辩论的时候 大家信口快合 什么的 他都各种的对合一下 这个我觉得 这个的记者 我都给他一个赞 这些华尼的 也都是蛮不错的 美国的选举 一些花絮 在蒙特纳 有一个参议员 一个年轻的 他是当过海军 海豹部队的 那共和 现在的现任的是一个民主党 叫Tester 我每天收到他的 要捐钱 什么的 他情况很危急 不过这位共和党的 他也是一样 他就是说 他在作战是很英勇 在阿富汗的时候 受伤了 那个身上还有弹头 那华盛顿邮报 也会去查核 就是以前那个队友 跟一个 以前一个公园的警察 他那附近很多 那个Park Ranger 这种分子 他是2015年的时候 曾经报案 说他一个枪走火了 打到自己 这样子的 所以那是一个 Park Ranger 他开头讲这个事情 他不愿意把名字说出来 因为他怕被报复 因为那个川普的支持者 都很多 他觉得这个不必要麻烦 可是他讲了 他接受他的报案 他只是这样讲 也没有说他是阿富汗的什么 那阿富汗的是 他一个以前的队员 那个人还很谦虚 他说这位臭卷人 他当海报 比我要好 那个各种表现都很好 不过他从来没跟他提过 受伤 这个怎么样 他以为是跟他聊 很多战场的事情 敌人 什么的 他也没有 而且那时候穿着短袖 也没看到任何 这个痕迹 他的军选总部 当然就是很多托词 就是说第一个 他假如当时讲的话 对队员不利 因为这种事情 就避免麻烦没有报 然后说在那个打猎的时候 就在公园里面 摔了一跤 可是在那个警察来的时候 他问他的时候 就是说 要很 很详细的数 他反正到时候 就捏了一个 就是 就是扯了一下 说是枪走火打到了 他就是有这样子的行为 他的领先度还是7% 所以这个世界 真的很有意思 就跟我们昨天看 这个川普 他这个10月 我们说惊奇 川普是百度不尽 任何的爆料 对他知识审判 好像都没影响 所以我们就等着看 另外一个是 雷华达的 有一个民主党的 也是一个现任 也是向共和党 想翻盘 他这个对手 一个蓝的 Sam 开头以前 我记得他的 Sam是不错 现在的一些民调 这个人 他就没有一直往上涨 这些 这几个人 他都是川普支持的 也就是我们 除了总统之外 另外看几个看点 还有一个讲 各种赌盘 都看好川普 不过他们在报纸里去查 里面的来来往 哪些人赌 什么的 有一篇 有几个报道 很详细 而且他们 把这个历史都讲 第一个 这些金额来源 他们大概还是可以查到 哪些账户 怎么样赌 那美国有一个叫做 Polty Market 就是一个赌总统的 什么的 他说 里面进了三千万的资金 有这三千万 只是从这几个 特定户头 四五个 那都是很奇怪的 而且都是赌川普赢 所以川普甚至是探长 然后马斯克来建业 欣喜 马斯克是上亿人的追学 我觉得他是决定灌水 因为我根本没有追随他 结果把我给归于 他 我当时很少看了 有时候看了 他就会发这种消息 他影响连长 因为发一个任何东西 就是几亿人看了 这种影响力很大 像我们这个 给大家 就是身边的朋友 大概知道一下而已 不过英国有一个叫Bed Fair 他里面 他没有 他这个没有调查到里面赌金 他这两个都是对川普的 说是领先的 那川普的主要是厉害 就是说 他有很多隐藏性的 他只是对这种现代文明 你去调查 他绝对不跟你讲的 就是不接电话 或怎么样 就是那种 跟世界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一冲出来的时候 川普就当选了 所以那时候 所有的民调 你不离 胜达的45%以上 就没有希望 所以我们就是 也是看结果嘛 以前的这些预测 跟这个什么样 看川普政治 因为川普现在 贺锦 就是Harris 虽然领先 都是1%2% 所以我们就等着看 这个真正主盘跟什么 还有呢 这次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很多政治现金 都是 Criple Money 就是网络的金钱 金钱大量的流动 又有人注意到了 那川普是很支持 他自己还成立了个 网络这个蓄力货币的公司 怎么样子的 所以都很有意思 刚刚还漏了一个 这个赌盘 在2012年的时候 罗姆迪跟欧巴马竞选 有一个人就是赌 罗姆迪胜 所以赌盘那是罗姆迪先 最后那个 输了700多万 罗姆迪自己是很有钱的 他也是亿万富翁 不过在美国 大家诟病就是金钱上的 在美国一般金钱 都做得很巧妙 没有像这种很明显的 这个赌徒啊 你看好他 那你是根据什么看好 在台湾我知道 那些选举的赌盘 是比这个民调更准 因为这些不配 他自己的金钱开玩笑 可是假如你用金钱 来操纵这个绅士啊 什么的 这也是可能的 那美国实际上 真的那些华尔街 那些政治现金啊 都不是我们小老百姓 能知道的 可是赌盘就是很明显的啊 好 看到世界普京不参加 巴西举办的G20啊 他是军砖 好像马上又在 俄国举行嘛 那个是很多国家 都会见到面 那G20的话是欧洲很多国家 都会参加啊 所以他去了 他也是说 他去的话会激起很多浪花之类的 这普京也是蛮 蛮好玩的啊 这样子的 那巴西呢 对中国关系好像非常好啊 结果他们也是开始 对中国的货物 增加关税啊 因为中国货物太便宜了 他要保护他自己的一些工业啦 生产力啊 他就用这种方式啊 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去评论 因为本来跟他是八对八对 结果呢 你跟欧美一样啊 对我的货物怎么样 所以世界对中国这个工厂啊 是非常的畏惧的 不管是敌对的 或者是跟他友好的 你的货物还是少一点 我自己的民主企业要活啊 我就记得以前我们读历史啊 我们民国初年的时候 中国有很多小的企业 好像都是被资本国家 想办法把他给打垮了啊 就中国没保护到 所以自己的一些工业企业 都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 这个原则是不是 现在还是一样啊 还看到个选举消息啊 在乌克兰旁边有个小国啊 叫莫东文啊 莫东文啊 这个应该是 我们也去查这个评 大概 他现任的旅总统 是两天人就任啊 做得很不错 他这个小国只有250万 他这个小国里面人啊 实际上都是官方语言是罗马利亚 大家都说跟罗马利亚是一样 照你这么250万就并到罗马利亚 结果他也是一个国 他没有有说俄语的啊 他目前对俄国还是很友善 很多列宁的铜像啊 激烈俄国的东西都还在 也是苏联分出来的一个小国 他主要是他有一个 跟乌克兰交界的地方有一块地啊 三四十万 说俄语的自己独立啊 等于是自治区 听说很多乌克兰这个真兵的人都往那边跑啊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选举 他们明天吧 那个据说他这是有望 他是亲西方的了 对俄国是不假颜色 所以里面报道就是俄国小胖子 影响到的选举啊 看到说乌克兰的逃兵啊 还有一个消息啊 这是欧美的报纸讲的啊 说乌克兰那边有人举办音乐会啊 什么的 那很多人就跑去听啊 听到你在里面听 外面有很多真兵 外面等到你 结果你一出来 他就查核你的身份 很多人就带到新兵训练中心去了 这种抓兵真的是很黑色幽默啊 不过确实发生的 巴黎有个车展啊 中国虽然被欧洲的征税 它还是参加了很多大公司 然后跟欧洲车对抗啊 里面没有讲说美国的车子参展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这个中国这个汽车企业也是一样 跟这个大家都在这个抵制啊 所以他的经济也不见得很看好 这是中国的很大的问题 看到一个说讲美国啊 这苹果啦 还有那个桃子 因为现在气候变先都特别冷啊 什么的 所以都很容易死去啊 他就特别介绍一个美国在纽约那边的一个 自己当地长的一个 一个果子啊 叫泡泡 泡泡呢 我查了一下啊 实际上就是木瓜 把他养 不过呢 他长得没木瓜那么大 拿出来也可以吃啊 所以他就特别介绍 很多农人都开始去种这个 所以呢 现在市场上是没有卖这个泡泡 所以呢 你在不久将来 可能在市场上也可以看到这种水果啊 还有另外一个励志的消息就是说 有个日本的球员啊 他只有172公分 他日本打了三四年啊 成绩都很好 他就想不想到美国来想打NBA NBA是篮球里面的殿堂啊 他在辉胸海什么 打的成绩不错 很有希望啊 变成正选的了 不过这172这个在NBA里面真的是矮小啊 年龄数到185左右啊 没有180人打 以前NBA也是有几个矮小的啊 有一个人才5尺多 大概160多的啊 叫包嘎还是什么的我记得 不过就是说他们这些传球啊 各方面都很好 有人去调论啊 说假如这些人多个10公分 他变成180 他成绩不是更好 可是换回来就是因为他身子不高啊 所以他各方面别的努力啊 让这个很厉害 日本球员在美国各种各样都大放异彩啊 不过昨天那个盗齐队的跟那个大都会也是大都会这个胜了 所以他们是3比2啊 要到洛杉矶再来打第六仗 那盗齐队也是有两位日本的棒球员啊 他们受访都是讲日文啊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调查啊 这个说哥伦比亚 它是生产那个毒品 Cocaine的很大的国家 Cocaine的主要原料是Coco 我一直以为Coco是那个可可啊什么的 不过就是说可以制造 结果来联合国调查说 他们这个种植Coco的这个林地啊 增压了10% 所以你就是说哥伦比亚 他总统他们当时禁毒啊 因为哥伦比亚的毒销是非常厉害的啊 居然这个不管啊 让他增加10% 表示这个市场还是不错啊 到底要怎么进毒 就是大家的责任 啊 今天是这个 P头是一个Hardline Hardline什么的啊 Hardline那个 这个他的流行音乐很有意思的啊 那时候 60周年纪念 最近很多都是P头的音乐的60周年左右 那时候他正好60年前发击嘛 这英国是一个骄傲啊 所以我看这经济学院将特别报道 他也特别报道啊 另外一个英国的骄傲是这个007的电影啊 也是60年前开始这个流行的 所以英国这两个怀宝 一个P头 一个007啊 不很有意思 好 就这样子 再聊 拜拜 拜拜